大家好,今天踏入張臨期的第三個星期 今個星期的主題就是起落 經文會比之前兩個星期特別 今個星期的零收經文 全個星期都是私編63篇 零收資料都解釋了 為何要一個星期都私上同一篇經文 有興趣的大家就去零收資料看一看 私編63篇是大為落難的背景 究竟怎樣可以默想起落的主題 其實聽起來都會覺得 怎樣會有起落在落難的時候 經文裡面就說大衛在患難裡面 奉神的名去祷告去思念神 大衛自己去想到神曾經幫助自己 於是他很確切地相信神會帶他脫離這個險境 在這樣的境地之下 大衛仍然能夠思念神 並且去相信神的大領龍拯救 其實都真的很難得 零收資料裡面 作者曾指出大衛這個渴霧的心 獻上自己最真誠的敬拜 就是那份的喜樂 我想在患難裡面能夠 仍然自己獻上最真誠的敬拜 可能就是在祝裡面的喜樂 另外也想回在崇拜裡面 經常都會去想自己怎樣去投入崇拜 在不同的環節當中 自己可能做傳導人 或者作為一個參加者的不同的角色等等 而在崇拜裡面 有時神會用音樂去安慰自己 有時會用歌詞 有時會用港道的信息 可能是港道裡面的一個說話 去提醒自己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感到 其實都很感恩 因為真的有那份神的信息 以及提醒都不是別言 當然我們自己崇拜 最主題就是 我們自己敬拜上帝就是最重要了 不過如果在今天的零收資料裡面 都問在崇拜裡面 我自己最珍惜的 我想就是那份可以專心去敬拜 以及神有那份的回應 其實就是我自己最珍惜和最期待 不知道大家怎樣 在張林奇裡面思想起落這個主題 如果你是用同一份零收資料 歡迎留言告訴我 就算不是都可以告訴我 今天分享到這裡 明天再見 拜拜